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许第二天 他们会从神坛上掉下来 荣耀将不复存在 谁能必定地说 同样是一道难关 有些人心境失落 有些人不信赖他们会在这儿跌倒 他们克服了各种困难和曲折 凭着刚烈的意志再次站起来 他们是巨大的 勇敢的 他们是最值得称赞的 在十年的时分 于昊明因摄影现场爆炸而严峻烧伤 烧伤面积高达35% 当时 他立即被送往众众监护士抢救幸存的他 很难面对这全部 他非常痛苦 他绝望了 他不敢信赖这全部都发生在自己身上 他无理应对事端 只能默默地忍受 经过两年多的治疗和康复 他以全新的容颜回到舞台上 他现唱了一首《其实我还好》 这首歌通知了全部关心他的人 其实他挺好 对他的形象始于一起来看流行语 而形象最深化的除了唐主说 有钱常德帅是我的错吗 那句中二台词 就是那个叫做端木类横行无际的神态 数莫直言 在当时看来的确很傻逼 而闯入其来的意外欢愉了整个娱乐圈 得知于浩铭重度烧伤这个消息的时分 作为路人除了感叹世事无常再无其他心境 但那年的晚会于浩铭再度归来却让我不得不从头审视他 从头站在聚光灯下的他即使检验遮住脸颊的伤痕 但仍然能够看出他与之前形象的天壤之别 他的目光里多了份深重于阴忍 夹杂着一份坚毅与不逊 他再无当年开怀大笑时的稚嫩 也没了开始阳光洒脱的帅气 一场意外烧毁了他赖意生存的脸 也烧毁了他偶像明星的光环 他心里很清楚 从哪之后他不能再靠脸吃饭 如他写的格子所言 被命运选中的人跟底没资格懵懂 遭受如此沉重打击的他面对着两个选择 要么直接退出演艺圈扔掉自己的作业 要不接受现在的自己 但要靠实力吃饭 但是没想到在扔掉与脸盘之间 他选择了脸盘 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已经都过去了 每一年的每个电视台都会有举办一个狂欢盛典 用来庆祝这个节日 中秋节的传统习俗 我想大家都知道 无疑就是吃月饼 上月 吃团圆饭 不过 现在的每个节日都会少不了联欢会的 18年的中秋节已经悄悄的过去了 各大卫视也是如火如荼的举办了中秋晚会 各家电视台所呈现的节目也真的是什么样节目内容也都有了 我们观众朋友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观看 但是很多细心的观众就发现了一个小问题 在中秋节这一天的晚上节目播出的时候 好像每个电视节目里面都会看到一个熟悉的人物 张杰 张杰在一个中秋节晚会就出现在了四个不同的电视节目里面 这里面就包括了山西卫视 东方卫视 凤凰卫视 东方卫视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四个节目可谓是天各一方 四面八方 一个和一个离得不是很近啊 张杰这么忙大家就会有疑问 你中秋是喝水果了呢 张杰能够受到那么多电视节目的邀请这离不开自己的迟离了 张杰每次给我们呈现的作品 我们也都会赞不绝口 这就是明显的实力派 这个中秋节里 张杰可以说是陪着全国各地的粉丝过节日了 一起看月亮爬上来 一起感受团居的味道 感受温馨的氛围 在节日里还能一直坚持工作 给大家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这是很难得的 再加上如今谢娜也刚遮完孩子 为张杰光荣淡下双胞胎 这可以说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了 用中国的俗语来说也就是喜上加喜的事情了 中秋节就是一个应该在这一天全家团聚的节日 没有两个小可爱之前的话 两个人坚持在工作岗位上可以理解 但是如今有了小可爱就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家庭和妻子身上 给他们更多的关爱 最后也就是给张杰一点寄予了 希望男神张杰平时不要那么的忙了 现在不光是一个歌手 更是一个优秀的模范丈夫 也要是做一个合格的好爸爸的了 多多的抽呼时间来陪伴自己的至亲和至爱 你的星星们会永远跟随着你 呈现给喜欢和支持你的人更多更好的作品就可以了 我们都相信你 加油 爱你的星星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